发表五点声明后 面对所有2020大选问题 韩国瑜的回答都是 坚持不再多说 只要大家好好阅读声明 韩国瑜镜头前没松口的 选择在脸书上 抒发心情 韩国瑜说从选战250天 到就任120天 每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他说自己只知道 先有台湾才有高雄 先有民意才有党意 虽然对党内外的政治操作 不尽认同 却也无意左右 台湾能够改变 我才能够真正改变高雄 脸书po文呼应先前总统大选声明 韩国瑜更重申要秉持爱与包容的理念 才能赢得大选 而下隔不到24小时 韩国瑜又在脸书上发文 谈的是日前夜宿大领埔工业区 倾听劳工的心情 韩国瑜重申人民所求就是政府责任 为政者该全力做人民后盾 让民众过好生活 人人安居乐业 字字句句都展现为民服务的格局与高度 对于全民调的看法 韩国瑜想留在跟吴对义见面后再讲 但至今吴韩慧指纹楼梯下 确切时间还没敲定 但从五点声明到脸书po文 都看得出韩国瑜对参选总统 心中早有定见 记者综合报道